好 大家好 這個應該是今年第一支月運對不對 今年比較特別 今年是潤二月 所以呢今年的這個農曆二月呢 我們要多走一個月 今天來順便告訴大家 在命盤上面 我們怎麼去看潤月這件事情 在我碰到潤二月或潤四月或潤五月 每天都會有個潤月 那我在命盤上那個格子 我到底要怎麼算 我到底要看到哪一段 你在命盤上面呢 當你碰到流月的時候 其實你的天干要隨著農民地上面 天干去做轉換 農曆上面呢 同樣一個月份呢 它的陰曆的月份的走法 跟它天干的走法不一樣 雖然天干是照太陽曆的走法 那這個我們在之前影片都有介紹過 所以如果說 你的二月份可能會碰到兩個天干 那你在二月的這個流月的命盤上面的那個天干 就要隨著那個時電頸去做轉換 這樣子那個精確度才會出來 那同樣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像潤月這件事情 坊間一般的潤點大概有幾個 一個就是不管是潤幾月 譬如說你潤二月 那就是照二月算 也就是說呢 你的命盤上面呢 流月的那個命功 二月是那一個 潤二月也是那一個 我們舉例來講 在命盤上面要找 要找月份 要找月份 從影的這個位置看 影的這個位置叫抖君 好 那影的這個位置呢 是什麼公位 你的流年的那個公位就是你的一月 舉例來說如果這個位置是夫妻公 那今年的流年在2023年在這裡 那流年夫妻公是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2023年的一月 然後順時鐘走 所有的 你聽到什麼流年流月流日啊 那個都順時鐘走 1月2月3月 那今年是潤二月 所以二月在這邊 所以你這邊如果是 兄弟公 今年的一月就會在這邊 因為是流年的兄弟公 如果這邊是財博公 那今年的一月就會在這邊 因為這個位置是 流年的財博公 所以從這個位置是什麼公位 然後去看你流年的相對應公位 那個位置是起一月 現在是潤二月 那所以有的流派呢 他會覺得說 只要是二月 我們通通都算二月 今年二月在這邊 潤二月的命公也在這邊 那有的流派會覺得說呢 如果他是潤二月 就會歸為三月 所以說呢 當你進入到潤二月的時候呢 你這邊是二月 那你進入到潤二月的時候呢 那有的流派會認為 潤二月就等於是三月了 所以你就要進到這邊來看 那三月的時候呢 三月的時候就一樣看這個三月 我們的做法呢 是啊 把潤月切成一半 就潤月的前面15天 1初1到15 看的是二月 16一直到後面的這個29 看的是三月 我們今天在看 今年這個潤二月 我的狀況的時候呢 到今年的清明的時候 15 但他還在這個公位 過了之後呢 我就要看三月了 那進到三月呢 進到三月之後 還是看三月 流月的命公就是初一 比如說三月初一在三月這邊 然後初二 初三 初四這樣子 回到說如果就整體運勢來講 整體運勢來講的話呢 我們看的啊 其實還是要回歸到 每個月每個月他的天乾的狀態 那中二月的時候還在宜卯月 還在胎陰化季 一路一直走到 清明節初十五的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走進秉承月 楊麗的4月20號 開始進入三月 開始進入三月的時候呢 他實際上還在 還在秉承的狀況 也就是說呢 從四月五號開始到四月二十號這一段 他都還在秉承月的狀況 天同化露 在連真化季 拿 好好待在那邊 然後呢 不動聲色不語爭奪 來去彌補這個 世界上的規則要被破壞掉 跟這個要希望要 有不同的狀況出現的這個連真化季 來去彌補他 並且呢天激化全文昌化科 所以啊在這個月份啊 我們會發現說啊 會希望有很多規則被打破掉 並且呢 上個月本來是天激化路 我希望有所變動 產生的好處 到這個月這個變動我要穩定了 天激要化圈了 那我希望可以開 變動完之後要開始上圈了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月份開始看到啊 台灣的這個政治局勢 然後全世界政治局勢呢 都開始出現底定的狀態 也就是說 就是說我確定今年的方向要怎麼走的時候呢 差不多在這個月線 我們就也看得到方向了 如果說呢 文昌星在你的命公 官公 夫妻公 或者是財博公 遷移公 都表示你剛好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有打算要升官 要考試要創業啦 或是要什麼好的發展的話 這都會是一個好的月份 但是如果你剛好在外遇中 而且你已婚 那這就是一個風險的月份 如果是天童星他在剛剛講的這幾個 命公、財公、官務公 或者是遷移公上面 甚至是夫妻公 都會表示這個月份啊 好好出去玩就好了 把它當成是一個休憩的月份 休息的月份 去避免掉 你在這個月份可能會做出錯誤的決定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連真化季的月份 那如果說這幾個公文裡面是連真化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開始進到這個時間點 你就會想要去做一些 本來你不敢做 但是這個月你會突然有些勇氣 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該不該做呢 坦白說啊 如果你連真化 連真心所在的位置 對包含他的對攻 除了這個連真化季 沒有其他的殺心 那事實上是可以的 因為打破一個規則 那才讓自己有新的變局出現 但如果說他本身已經有很多的殺心了 比如已經有隻青陽有隻陀螺 那就會建議這個月份好好出去彎 去利用那個天童路 不要去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那最重要的是 當這個連真化季一路走進來呢 到了立夏這一段的時候呢 他會走變成丁四月 也就是聚門化季 那這個時間點呢 會開始進入到一路一直從國立的五月五號 一直一直到後面 那你就會發現說啊 走進丁的時候啊 他是太陰畫路 但是他聚門化季 天童畫圈 天積畫科聚門化季 這畫太好玩了 你會發現他在編排的時候 那個天積星 他從一剛開始的畫路到畫全 到最後到畫科 我要轉變 然後到轉變要穩定 到穩定之後呢 我要彰顯我自己 他連續三個月換下來之後呢 他一路的轉變成 那他現在是畫科了 而剛開始的那個太陰畫季呢 他到這個月份他變成太陰畫路了 因為他從空缺到他現在已經得到了滿足 而且得到滿足得到了屁音之後呢 他開始能夠傳播於四方 所以到這個月份的時候呢 應該啊 台灣大概那個誰要選舉 然後那個美國的形態 然後全世界的那個各自的態度 然後包含烏克蘭戰爭 在這個月份應該都會大致的就底定了 方向怎麼樣大致的就底定了 底定完之後 一定還會有人不滿意 一定還會有人不滿意 所以呢 他才會產生聚門化季 所以開始會有各種爭吵跟紛爭 會在做最後的 這一個 你要說他協調也好協商也好 其實就是在做最後的那一點點抗爭 那這個是劇門化季的產生 但是沒有用啦 因為這是一個天同化圈 不動如山的一個月份 所以呢 如果到了這個月份裡面呢 我們就會發現說啊 整年度的局勢 差不多在這個時間點就已經確定了 今年你如果想要做什麼 或是想要努力什麼 你差不多在這個時間點就要決定了 如果還沒有辦法決定下來的事情 也就表示今年啊 你本來的那個想法 可能不適合在今年來實現它 你可能要另外做計畫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裡面呢 你的太陰心落在你的命工 財務工官路工 遷移工 這各個工位裡面呢 這個月份都算是 你不管在工作上財運上或人運上 或人員上面都算是不錯的月份 多跟人家溝通就可以去避免那個聚門劑 那如果說你是聚門 剛好落在這幾個工位上面 可能比較需要擔心的是 可能在工作職場上 或在今年會有比較多的話想要跟人家說 那就建議大家在這個月份呢 就乖一點少說話一點 應該就可以解決掉了 那如果這個太陰化路呢 剛好放在六星工位 建議大家這個時間點啊 多帶這些人他們出去吃喝玩樂 甚至出去旅遊 那如果說這個聚門劃集是在 我們剛說的這六星工位裡面 是跟人有關係的這幾個 這個月份就 小心一點 他們想要跟你講什麼 不要跟他爭就好了 那如果是子女工呢 有小孩子的啊 就盡量不要跟你小孩子起爭執 大家出去吃喝就好了 聚門劃集的子女工其實也會表示說 你會比較有一些性生活上面的空虛 當你想要罵小孩跟打小孩的時候 把這個怒氣鑽在老公身上 推倒你的老公 可能家庭會和諧很多 每一個年的潤月 其實都是在做一整年度的調整 今年調整完之後 三月份他就開始穩定了 他就會發展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計畫或想法 其實在三月份就要去努力的進行 如果還沒有辦法決定的 那三月份呢 就可以打消念頭 好好的穩定的那個 把就額計畫去完成就好了 在三月份裡面呢 他是太陰化路 天同化圈 天際化科 你有什麼要考試的或是有什麼要變動的呢 或是有升官的機會呢 都會是在天際化科的這個時候 如果三月份你的命盤上面 你天際性在你的官務工或是你的命工 如果是天同化圈在你的命工 官的工或財博工的話呢 這就表示說啊 你有什麼要做的事情呢 可以在這個月份 很穩定的 順順的 不要急躁就去完成它 今年一直跟大家提到說 今年是一個容易散離的一年 潤二月跟三月 他都會是具備今年這個散離的跡象 都符合在這個月份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啊 不管你是具門畫技容易跟人家吵架 不安全感 或者是連真畫技 你希望要來個不一樣的世界 都是有風險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都會建議大家 不要去背著這個環境的這種 不管你要講那磁場也好 或者社會氛圍也好 去牽著走 而去讓自己做一些 其實做完之後 你背後會後悔的事情 那這個月份呢 你看哦 他不管是天同化圈 或者天同化圈 他都在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不要隨著自己的情緒 去走的一個月份 這樣子你才能夠去避掉 那個連真畫技跟劇本畫技的那個問題 讓你可能在人際關係上面 或者是在自己的一些生活上面 去惹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跟一些小人 這個是潤二月一直到三月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希望大家在這個月份呢 可以好好出去玩 然後呢 心平忌合的過這個月 不要讓這個整體環境的磁場 來影響到我們 然後呢 無由來的啊 想要去發一些 其實你回頭來看 對你來講 根本就不需要去發的那種怒氣 或是那種情緒 這樣子呢 才可以避免你後面啊 不會產生一些問題 不會在今年的前半年啊 就替自己在後半年就埋下了一些炸彈 人際方面等等的 那這個是這個月份 我們很需要注意的事情 謝謝大家